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个字叫得心里热乎乎的 是啊 你知道人家管我叫什么吗 我也听见了 哎呦唐老样也来了 啊 唐老师 管你叫什么 唐老师 像您这样的演员认识人非常多呀 你说对了 我认识的人确实不少 有一个人您大概不熟悉 什么人我能不熟悉呢 老吉 老吉 老吉是谁啊 我们街坊姓季因为号召吉 大伙都叫他老吉 号召吉 他跟谁着急啊 跟谁都急 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 从睁开眼开始 哦 早晨起来 他跟谁着急呢 我给您学学 好啊 从被窝钻出来以后 坐在床边 跟闹钟着急 闹钟 俩眼盯了闹钟 你瞧见没有 我昨天新买的闹钟 定好了七点 这七点过三分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说他叫我 还是我叫他呀 你说 他这闹钟啊 早几分钟晚几分钟 那也是保不齐的 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怎么呢 什么叫早几分钟保不齐的 这要是定时炸弹呢 你这偷偷摸摸正上闲呢 他早几分钟响了 把你蹦那儿了就啊 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都是上闲到处想 一想大点 一想小点 行了 该上班了 快出门吧 你别提出门 一提出门我就着急 那着什么急啊 您瞧我们北京这院子啊 小四他们家白菜堆 小五他们家煤堆 都放你眼门前 你想出院的话 先爬白菜山 再翻那煤山 然后从三十辆自行车当中 你得钻出去 你还不能给碰倒了 碰倒了后边蹭蹦 穿住四十多位跟你干 这么点小伙子啊 一插腰他训练 小赛长眼睛了吗 找赛呢 什么话你说 哎呀 等你啊 出门上了路 也就不着急 上路跟汽车着急 跟汽车招什么急 这汽车跟你自行车抢倒 你就咽不下这口气 那你不会躲着点走啊 我躲他谁躲我啊 看他们那么快 我就有气 招什么急啊你们 大家不都在上班吗 你上班你多快啊 你踩油门蹭出去了 我捣好几脚才一估劲的啊 等你上了班 到了单位就不着急了 到单位我跟季考勤的着急 跟人家招什么急啊 刚迟到五分钟就给你画一道 也不打声打声 路上多少个红绿灯 是个红灯你就得停 你打算过去 带孤子都过来 除了那黑孤子管不着 其余他都管得着你 你这个人 违反交通规则就要管你 那着急不着急啊 等你开始工作就不用着急了吧 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 我们单位忙着了急死你 是吗 那到了中午 歇歇赏你就不用着急 歇赏我吃饭你 到时常跟大师傅着急 这大师傅怎么着急 排队成菜他有亲有后 前面这个夸叉 一勺一大碗 到我这两勺够不住一盆底 也搭着我这盆大点 什么盆啊 新连盆 你用饭盆啊 我预备得起吗 公共食堂这种乱抄 你哥那个新盆 转眼就没得急死你啊 吃完饭该踏实了吧 你倒想踏实 到了下午 还组织你开会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这开会就是学习 学习学点短的 你想要上级号召 瞧我们组长讲起报告 哎呦那个长偶 什么国际的国内的党内的党外的 这个月的下月的去年的今年 好容易他讲完了 旁边就站起来了 同志们 我再补充两句 你补充什么呀你呀 人家那说多全面 哎呀 现在啊 有的会市长了一点 等你下了班也就好了 下班你得着急吗 我快回家做饭去啊 那就做去吧 这双职工菜在哪呢 买菜呀 别听买菜 到自由市场 我跟这小商小贩还得着急 跟他们着什么急呀 他跟你讨价还价 哦 为了五分钱 你瞧这东说 嘿嘿 师傅师傅 您就别这样了 要省您从大处省 省个十请待八请 要省您从大处算 算个十万待八万 要算您别跟我算 我穷的都快要了饭 成天在这卖葱蒜 一身泥了一身汗 刮风下雨也得干 要不然就甭吃饭 少给五分五分 您看合算不合算 五分钱 你说他贫不贫 你说他 就冲他这贫劲 我这耗俩钟头 我不给他这五分钱 什么 你是真着急 还是假着急 为了五分钱 你跟人家对付什么呀 我不能助长 他们这坏风气 你呀 上国营商店去买 到国营商店更着急呀 怎么呢 那慢慢腾腾的 找钱他一张张数 你抓一把 给我不得了吧 废话 那商店的钱 能随便抓给你吗 看这么慢我就着急 我看你还是回家休息休息 看看电视 别提看电视啊 一提看电视我就着急 看电视着什么 现在这个电视连续剧 一放放八十集 不一块放 一天一集他撑着你 打头一集开始搞对象 搞四十多集还搞不上 有这工夫我自个儿搞 行不行啊 你也太着急了 要不你看个新闻得了 看新闻我也着急 怎么呢 海湾这通打 你说咱们不好打仗 你说多着急呀这玩意 要不你看个球赛 球赛这中国 都是干踢不进球 你不着急呀你啊 要不 我建议啊 你还是去看看那个歌舞 别提歌舞 我跟这唱歌的招不起来急 怎么呢 现在这唱歌的 一到台上一站 光拉长声不下来 跟拉火车别似的 往这一站 嘘拉卡巴 我就不鼓掌 我憋死你了 哎 你损不损呢你啊 你多让人着急呀你 要不你干脆把电视关了得了 关电视就没事干了 不更让人着急呀 那你不会帮着做做家务 照顾照顾孩子 别提照顾孩子 我们两口子 跟我们孩子 招了半辈子急了 至于吗 打怀我们的孩子开始 十月怀胎 一招分娩 那你招的什么急呀 人家别人的孩子 十个月 我们家的孩子吧 还怀了八个月 他想出来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你们这孩子 也是怕你着急啊 那是要早产 那赶紧吃饱胎药 一吃饱胎药吃多了 十一个半月 没动静了 这回孩子不着急了 我这急大了 你紧着耗什么呀 赶紧盼着生出来 生出来我们这孩子 不会哭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哎呦 那是呼吸啊 不会哭 没有气啊 等会哭了吧 一宿一宿不带停的 你这 照顾孩子是麻烦点 再大一点 到两岁了 我们的孩子还不会说话 多让人着急 哎呦 可别是哑巴呀 哎呦 急得我 赶紧是白天教 晚上教 找人教 自己教 慢慢学会了 爸爸 妈妈 挺好 你三句要学这句 亲你妈的 什么孩子呢 你说你这孩子 学哪句不好 非得学这句 这孩子学着快着呢 不像话 再大一点 到了三岁 该上托儿所了 我又得着急 现在入托不容易 我们家旁边这个托儿所 咱带着孩子去了 人家说你不属于这片的 不让劲 好说 歹说让我到工厂开介绍信呢 说介绍到托儿所来 咱已经登登登登回来了 到了托儿所这以后 把这情况一讲 工厂这事听一说 工厂说这种情况 托儿所先给工厂开介绍信 工厂才给托儿所开 哦 咱登登登登登又回来了 到这边说 工厂不给托儿所开 托儿所没有义务给工厂开 登登登登登又回去了 工厂说死活也不给托儿所开 等我把介绍信开好了以后 我们那孩子六岁半了 这六岁半可就该上学了 等上学时候还着急呢 孩子生日晚八天 入不了学 我还得解释 我说老师 我们那孩子那保胎要吃多了 要不然八月份就生出来了 你跟人说这了干嘛呀 上了学以后 一连串的着急 哦 一连级天天接天天送 着急 二连级上课不注意听讲 还得着急 三连级功课跟不上了 着急啊 四连级课外活动太多 着急 五连级学会逃学看电影 着急 到了六连级他又面临着考试 考中学更着急 哎呦 这孩子功课不会成天问我 你说让我多着急啊 哎 你不会帮助帮助他 那我要会的话 我还招什么节 哦 你也不会 你可不知道六连级功课有多难 怎么个难法 出了一道题 说一个大水池子 往里灌水 说开这个放水管的话 把四十八个小时给放满了 开这个排水管的话 六十九个小时给排完了 我俩管子一起开 几小时灌满这水池子 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你说 你说你国家水这么紧张 你灌水池子开排水管干嘛 你说 他那不是出的算术题吗 跟头把式的上了初中 总算是没白着急啊 咱想孩子上中学了 中学胜了 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是啊 到了初一我们的孩子什么都没学会 先学会搞对象 给我带女朋友回来了 你说这小东西他着什么急你说啊 你这孩子也是随你啊 没听说过 我跟孩子他妈搞对象有这么着急吗 我们是初三以后互相协调 行行行 他这也够可以的了 你这孩子早恋了你怎么办 孩子早恋也是社会现象 不能打不能骂 白事实讲道理 小智一礼 动之以情 掰着手指都说 磨碎了嘴皮的奖 身名大义 百名厉害 这么说吧 我看电影里 八路军劝伪军投降 没费这么大劲 好吗 是够操心的 这个孩子通了也就好了 好什么呀 女方家长找来了 出事了 堵门口训我 什么事 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呀 年纪轻轻搞对象 勾到我们姑娘一天一天在我们家泡着 把我们家里冰箱东西都给吃了啊 我们给孩子老了预备了点玉米面 你们孩子出主意给熬粥喝了 唐老师你听听 我们家去棒子面粥吗 您说啊 这孩子也是图个新鲜 你说我招多打击 往后说 考不上大学着急 找不着工作着急 找着了工作不趁心 我又着急 都给他安排妥了 孩子也大了 一看要成家立业了吧 他又搞不上对象了 他有对象着急 没对象我也着急 你说你小子学的本事哪去了 有能力接茬户能人棒子面粥喝去你啊 行了 你就别提那个事了 不提不着急 一提起来一脑门子官司 眼不见心不烦 你呀躺下睡觉就不着急了 什么睡 别别提睡觉 提睡觉我也着急 睡觉着什么急啊 那天晚上刚躺下要睡觉 邻居二大妈喊了一嗓子 就这一句话 我一宿没合眼 二大妈喊什么了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你着急不着急啊你说 这老太太就爱缠着了 急得我又 第二天赶紧到单位请假 到银行取钱 小推车平板车 我一趟一趟往家拉 拉什么呀 油盐酱醋 那拉一趟不就完了吗 那才哪儿到哪儿啊 你这的醋我打了多少 多少 一洗澡盆 酱油 多少 凉水缸 花生油 多少 食物暖瓶 好嘛 味精 多少 八抽屉 花椒面 多少 一大一柜 黄酱 多少 一被窝 怎么跑那里去了 酱坛都打了全给我遮床上了 你说多恶心呢 你这要开油盐店呢 油盐店没开 小卖部让我给买光了 他给抱园了 咱想这么多东西放家里头 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等啊 等啊 等了俩半月不涨价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哎呦 急得我又 成天我往物价局 到那儿去问去 同志 什么时候涨价啊 我们大伙都盼着这一天呢 什么 有盼着这个的吗 你这么多东西放我们家 不涨价光涨毛 我得吃到什么岁数 您说 我看这集啊 全是你自己找的 我把那小卖部买光了 街坊邻居还着急呢 日久天长都上我这儿来了 哎 鸡师傅 家里吃包饺子 好几个礼拜打不着醋了 您给一碗 您有一洗澡盆呢 这是老大爷过来 哎 小鸡 大爷吃啊 凉粉 来来来 给弄两瓶酱油 你看 他吃凉粉 他要两瓶酱油 他也不怕吃了 以后便艳末糊 你说啊 那你怎么办呢 我也想啊 我不是开施舍盆的 多少钱买的 多少钱卖 我开张吧 这样我赔不了多少 好 你这办法不错 第二天我刚想卖 二大妈又喊了一句话 就这一句话 差点没把我给急死 二大妈又喊什么 好消息 听人说了 由于季节不同 副食品价格呀 怎么样 下调百分之二十 我全赔进去了 哈哈 不能开瓶 好吧 谢谢大家